出發點很簡單 就是我不要突發練鋼 我的效率自然要提高 不然你用電腦幹嘛 你要用工具就是你要提高效率 所以要怎麼樣可以把一件事情快速完成 這就是我們要的答案 就像說如果今天要把這13個班級 幫我存 假班就存一個Excel檔 直接存到哪裡呢 存到我的桌面上 在桌面上建一個資料夾叫BBA 幫我把它放進去 從假班到海班自動存檔 怎麼怎麼寫 我先demo給大家看 如果你這個是 Excel已經寫好了 程式級不多 一個回圈 加上大概就四行程式 那我直接執行它的話 它就可以自動幫我把 我要的有沒有存檔動作 直接呢 有沒有它其實就跑回圈 有沒有看到 背後的話呢 一個一個13個班級 自動幫我分開來的 那也就是裡面的話 比如說假班好了 假班裡面呢 其實就要放假班的資料就好 有沒有假班的資料 其他班沒有 OK 也就是說呢 有點像以班的話 就是以班的資料 有沒有就一個工作表就對了 那原始資料就是有13個工作表 也就是把13個工作表切開來 變成一個一個的工作表 獨立存一個也是要檔 這要怎麼做 那以前的話 當然 如果你假設不會用LVBA來做 你變成你就土法煉鋼嘛 以前怎麼做 當然就按右鍵 這邊應該有個什麼呢 移動或複製嗎 有沒有然後呢 怎麼樣 這應該是什麼 新一個工作戶 然後再給他一個名稱 然後再存檔 給他一個名稱再存檔 哇 那你這樣子每天做這種事情 我覺得 要是我是覺得說 我寫個程式就好了 對不對 尤其是你那個工作表數量一多的話 哇天啊 那每天下來一遍不是瘋掉了嗎 難怪有些人沒辦法早點下班 而且每天 所以你會發現 很多人每天的工作裡面 其實都是可以程式化的 只是說 有的人不想面對而已 OK 啊我是 我的想法是說 要是可以程式化的地方 我一定寫程式把它完成就好 OK 剩下你會很多時間 所以很多事情你會發現 然後一整天 其實做不了多少 不用做太多事情 每天只要把程式想出來 這件事情就到此結束了 之後再也不願麻煩你了 OK不是很好嗎對不對 所以我每天都在想 欸程式怎麼寫就好了 但是當然 對各位來說是有點困難 因為你要得記很多的經驗 你才會越寫越上桌 可是我覺得這應該是必經的一條路 因為未來 現在你看大數據 現在再來的話 雲端也已經慢慢 應該不是什麼什麼 太高 現在AI的話 現在也是大家都一直在討論 如何去把AI給直作 可是AI背後就是要程式 如果你連程式能力都沒有的話 你更不要講到AI這部分 OK 所以這個可能要稍微注意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怎麼寫 要寫這個程式 也並不複雜 所以第一個的話 欸我要怎麼寫 第一個你可能要注意 你該學會哪些東西 第一個的話呢 特別注意 我們要學到一個叫Copy的方法 Copy特別注意哦 其實一樣 我們可以從那個什麼 檢視即時運動的視窗 剛剛不是有個Move的方法對不對 比如說我也可以的 這邊假斑 以斑有沒有 其實他的方法跟那個還蠻像的 比如說我要把假斑複製一個的話 欸後面就是用點Copy就可以了 那特別注意哦 點Copy後面 你把他接到後面之後 本來是目前Call 然後Copy的話 你可以Call到他的前面 還是他的後面 如果你是Copy到他的前面的話 去著一好了 那這個地方你把他Enter的話 你會把他 他會幫你Copy到一個有沒有 這個時候他會幫你怎樣 這一行執行完之後 你會發現 在這邊就產生一個什麼 假斑 因為他Copy before 去著一嘛 OK 就幫你Call一個了 但是特別注意哦 如果你這邊Copy前面 這個程式的後面有 before 或 after 的話 他會幫你複製到這個的前面或後面 但是有個關鍵地方哦 如果我今天呢 假如沒有 before 或 after 的話 那你按 enter 它實際上會是什麼狀態呢 他會直接跳一個 就把他刪掉一下 如果直接Copy的話 特別是有個關鍵的地方哦 他就會 enter 一下哦 你會發現他會怎麼樣呢 他會把這個假斑 直接跳一個新的 就有點像按右鍵 這邊有個什麼呢 移動或複製有沒有 這邊不是有個什麼 新工作簿有沒有 其實就是這個道理哦 所以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所以這個關鍵Copy哦 也就是Copy如果有 他就會Copy到前面或後面 如果沒有哦 enter 一下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哦 他實際上哦 會幫你做一件事 什麼事呢 就是幫你開一個新的工作簿 然後把什麼 把假斑 直接Copy過來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新的活業簿了 而且哦 他會直接跳到最上面 所以目前這個 目前這個的話呢 工作簿的話叫Active 所以前面我們不是Active Sheet 有沒有Active Sale 那目前這個工作簿叫Active 這個叫Workbook Active 或者叫Active 工作簿的話叫Workbook 工作簿嘛 工作Work 目前Active 目前的工作簿 然後呢 如果你要存檔的話 那就點什麼呢 點Safe As Safe As後面的話呢 就跟他講說你要存到哪裡 那因為我要把這個檔案怎麼樣 存到 我桌面上 你預先有放了一個 路律 這個路律 這個路律的話呢 就是這個VBA 這個 把它放進去的話 我先把它刪掉一下 那我就可以怎麼樣 目前工作簿 幫我存到這個路律 特別是 我是建議 如果那個路律呢 自己打很容易打錯 我比較推薦是 請你把游標放在這裡面 他會顯示完整路律 請你用複製貼上的 把它貼到Safe As後面 給他一個字串 然後後面的話呢 再加這根路路 這條斜線一定要 給他一個名稱 叫賈班.xlsx 就把它存過來 可是問題來了 所以關鍵的地方 就是在兩行程式 我來看一下 因為這兩行並不複雜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應該就是 比如說呢 理論上應該是先寫這兩行 就是比如說我取得什麼呢 取得那個賈班的清單 賈班這個名稱 那當然呢 剛剛 乾脆直接 接下來的話 當然我就建一個 建一個那個批次將 工作表轉工作簿 底線清單就是清單 然後呢 如果我要寫那個程式的話 我是建議你乾脆直接拿 裡面這一段拿來複製改好了 改哪些地方 第一個 我們剛剛是Move 不過這邊的話 我不是要Move 我是要Copy 所以其實貼過來之後的話 那我這邊乾脆用2到 2到14好像會比較好一些 2到14指的就是 就是我的名稱是這個2 先找賈班 然後把這個賈班怎麼樣呢 幫我放到這個x裡面 所以這邊不用加1 意思說我先把那個賈班這個名稱 先放到x 賈班先放到x 然後呢 序值x指的是賈班 序值賈班不是Move 所以這邊的話 請你把它改成Copy 那後面的話就不用Before 但是你要多注意 因為他Copy之後 會跳出一個新的工作簿 所以呢 這邊的話 你可能要多一個叫Active 目前活動的 因為他跳出 就一定在最上面 Active什麼 Walk 所以這邊的話 Walkbook 不用加S 因為只會有一個 你跳出來只會有 就那一個 Active 然後呢 後面加一個什麼 電 如果你字沒打錯 他應該會有清單 叫Safe S有沒有 Safe as 其實底下還有一個什麼 Safe copy as 其實這裡我印象中也可以 只是說兩者還是有個差別 Safe as後面的話呢 他會跳出說你的參數是什麼 這邊的話呢 叫File name File name的話就幫我存檔 存檔的名稱記得哦 給雙引號之後 先給一個路徑 所以那個路徑的話 一定是什麼 C尺 記得哦 我是建議你直接點這邊 把這個路徑複製一下 貼到這邊來 貼上來 請你幫我放在這一個路徑底下 底下記得哦 你要補一個反斜線 這個反斜線 這個反斜線 要補 為什麼 因為沒有補這個的話哦 他變成怎麼樣 他變成VBA的資料夾 他就會怎麼樣 這個名稱就會跟那個檔名串在一起 後面串一個什麼 and 後面的話呢 你就給他什麼 給他這個x的名稱 就可以了 好 大家後面會注意哦 因為你x是假斑 所以他存檔變假斑 他沒有負檔名 所以負檔名你要再and 然後給他一個什麼 雙引號 給他負檔名就是 點什麼呢 點x l sx 這樣就OK了 好 那基本上的話呢 我們就是把它save as 最後他當然會一直跳 裡面上他應該會跳 最後把它close 記得哦 存檔之後要把它關掉 不然他一直在上面 所以關掉的話就是 Active如果不可怎麼樣 點close 點後面加一個close 把它關起來 關起來close OK 那另外的話 後面有一個什麼呢 要加一個true或false 關掉之後呢 要不要再存檔一次 已經存過檔 所以不用 所以打一個false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話 理論上應該大功告成 陳氏寫完 False寫錯了 OK 好 False 為什麼 因為剛剛打小寫嘛 如果沒變大寫 我一看應該是打錯字 好 所以理論上 我們只有加 總共有 應該算加了 這三行是不一樣 其他都跟剛剛一樣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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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